说到中国的中医中药 我想它是典型的中华文化了 那么接下来的这位获奖嘉宾 在他的影响之下 法国朋友还过上了我们的中国节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介绍短片 去认识一下他 2008年4月 一位华人成为巴黎历史上 首位华人市议员 他就是陈文雄 陈文雄不仅是巴黎第一位华人市议员 也是巴黎十三区历史上的 第一位华人副区长 2015年12月31日 法国总统奥朗德 授予陈文雄荣誉骑士勋章 这是为法国发展良好对位关系 做出杰出贡献的公民而颁发的 是法国最高荣誉奖章 巴黎十三区 是巴黎华人居居最多的一个区域 被称为巴黎的唐人街 上任之后 陈文雄发现 当地很多中国老人不愿意用西药 在法国又很难通过正规渠道 卖到中药 他决定从中医入手 将中国文化的精髓 中医中药 整个打包带到西方去 除了针灸 中医在当时的法国都是非法的 陈文雄在搬走一年后 2009年2月 巴黎与香港签署了第一份 关于中医合作的协议 在中法两国卫生部的支持下 陈文雄提出的中医研究中心的项目 终于在欧洲最大的公立医院落地了 自此开启了中国中医医生 与该家医院各科室医生 共同研究中医中药的模式 除了为中医药奔走 争取法国身份 陈文雄还在巴黎十三区的 四家法国学校内 设立了中文班 推广中文教育 使更多的人学习中国文化 陈文雄至今已经是第二任期 他的心愿就是 让东西方文明和谐共生 让自己的同胞有更平等 更合法的环境 未来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等着他去做 下面我来宣读中华之光 传播中华文化年度人物评选 卓委会 为陈文雄先生写下的颁奖词 逐浪而起 领朝前行 朝善子弟自强不息 政坛新兴当选巴黎首位华人议员 瞧借骄傲 给力传播传统文化精髓 迎接中医中药 推广乡韵民俗 百年旅欧路 满怀中华情 黄皮肤 黑眼睛 方块字龙图腾 散叶生根 不改初心 好的 那么接下来 让我们用热力的掌声 欢迎2016第五届 中华之光 传播中华文化年度人物 陈文雄先生 有请 接下来我们有请 孔子学院总部副总干事 国家汉办党委书记 副主任 马建飞先生 为陈文雄先生颁发 2016第五届中华之光 传播中华文化年度人物奖 好 感谢我们的颁奖人 马建飞先生 也再一次 恭喜陈文雄先生 刚才我们短片当中 也了解了您所做的 在海外推广 中华文化的一些事迹 听说在这个过程当中 也是经历了很多的挑战 是什么样的一种力量 什么样的一种内心的情节 在推动着你 不断地在做 推广中华文化这件事 可以这样子说吧 我父亲陈顺元 是一个 一位非常爱国的华侨 但是呢 有一件事情 他几十年前 三十年前想做 就想在巴黎 在法国 推广中国文化 他也想在 在十三区建了一个牌楼 这个牌楼呢 是一个代表中国 代表中国文化 中国在法国生活的中国人 一个地区 父亲这个夏天走了 这个事情已经办好 我希望 更快把这个事情办好 我们最近通过 十三区区长支持 通过巴黎市长 意大陆市长 支持 这个计划就通过了 希望应该 2018年 就建成这个牌楼 那很快了 18年 这个心愿就可以了了 其实这也是一个 中国人最朴素 最直接的一个表达 因为牌楼 它就是一个象征 很多身在 异国他乡的游子 看到它的时候 可能内心 都会有这样一种感觉 就是自己好像 从来还没有 离开过家乡一样 对吗 对啊 也是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是想在法国 同时要推广 各个中国 我们的传统的节日 我们去济南推广 这个中秋节 春节 还有那个彩叉节 很用心思 对对对 好的 再一次的祝贺您 也谢谢您 谢谢 谢谢陈文雄先生